《美对三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电影《美对三》的故事现实发生在《复仇者联盟2》之后 是参考原著漫画《大世界内战》的故事 影片开始是由美对带领着《复仇者联盟》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意外地给平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从而导致索科维亚协议的诞生 这个协议的出现 也导致了美对和钢铁侠二人的分歧 并且后来在泽默男爵的诱导之下 引出东斌在被洗脑时期 杀害了钢铁侠父母的事件 最终导致了美对和钢铁侠二人的彻底决裂 知识二 虽然在美对三的机场内战中 除了原有的复联超级英雄之外 还加上了蚁人 蜘蛛侠 东斌和黑豹等超级英雄 但是很多小伙伴都好奇 雷神和浩克这两个破坏力极强的超级英雄 为什么没有出现 其实按照美对三的时间线来算 浩克跟雷神只是正在萨卡星的斗角场里决斗 所以才没有出现在内战的战场之上 如果这两个人物都在 内战的规模可却不仅限于在机场里打斗这么小了 知识三 电影参考的是漫画中的内战大使节 因为浩克跟雷神都没有参加这次战斗 以至于整个战斗规模小了很多 但是其实在漫画中一共发生过两次内战 而且都是影响非常巨大的大规模内战 第一次是由美对和钢铁侠二人 分别带领着两支队伍进行战斗 最终的结果是 导致了美对的死亡 而电影参考的就是这次内战 第二次内战则是变成了 惊奇队长和钢铁侠二人 分别领导着两支队伍的战斗 这次的内战结果则是 惊奇队长将钢铁侠打成植物人 知识四 在电影中由于美对等人被通缉 导致他们的装备被没收 后来是沙伦卡特将装备偷偷地给美对送来 收到装备之后 美对还与沙伦卡特深情的热闻 让烈营和东宾两人看得不亦乐乎 其实这一幕是致敬了美对和沙伦卡特二人 在漫画中的关系 漫画里他们是执行任务的搭档 同时也是一对相爱的恋人 知识五 在电影中美对和钢铁侠的分歧 一开始是源自于索科维亚协议 导致了众人在机场的大战 而最终导致钢铁侠和美对决裂的原因是 东宾在被洗脑后杀害了钢铁侠的父母 美对为了坎护 东宾与钢铁侠展开了战斗 这件事的始作用只是折磨男爵 在漫画中这个折磨男爵 其实是美对的经典宿敌 同时也是九头十的高层领导致之一 知识六 在电影的开头 美对带领的飞红女巫 黑寡妇 猎营四人去阻止交叉谷带走的一款血清 可是在电影中并没有交代是什么样子的血清 值得美对这么多人去夺回来 其实能让交叉谷和美对争相的血清 在漫威里就只有超级士兵血清和浩克血清了 而交叉谷的上司是罗斯将军 漫威粉丝都知道 罗斯将军是一个对浩克血清极其痴迷的角色 所以美对和交叉谷争夺的是什么血清 这个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